俗哥说电影 不忘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生人物尽之闻名 影片一开场 房屋中介龙套哥 领着一对夫妻看房子 房间里不仅烟雾缭绕 而且到处漏水 明显是有怨死鬼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风云突变 太阳很快就消失不见 然后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原来这是一处凶人呀 两年前这里住着一家三口 男主人是道上混的 由于仇家太多 老婆孩子被人用汽油烧死在了家里 这对母子死了之后是阴魂不散的 整天在屋里下车的 房屋中介龙套哥 由于惊吓过渡 当时就口吐白沫不许可恋事了 猪猪是某大学心理系的学生 由于长相甜美 被附近的交警阿乐相弄 为了追求猪猪 阿乐利用植物之变 整天有事没事跟猪猪套近 为了方便猪猪练车 阿乐把所有路口的车都给截停了 真的是太不像话 但即便这样 也没能打动猪猪的芳心 无保护罗的妈是个神婆 问敏的水平不符可真不行 连阳王爷都在树大漠 上天入地就没有什么地儿 他不能去 地狱十八层层层能搞定 来去自有如物无人之境 不仅台词扎实 而且表情也是相当的到位 可以说是老戏骨 猪猪除了上学 平时还在社区做义工 猪猪说大妈呀 您老这演技是越来越精湛 2000年的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看来非您老莫属 罗的妈说这都是科学 你可不能不信心 猪猪在替罗的妈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到对面楼上有个小孩冲着打招呼 罗的妈说那屋里以前住着一对母子的 两年前被人放火烧死在了家里 那就是一凶宅 由于猪猪是阴历七月十四子时出生的 身上的阴气特别重 是问米的号苗 因此罗的妈就打算 把自己问米的技术传扰给猪猪 可猪猪学的是心理学 所以根本就不信罗大妈这一套 猪猪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黑道大哥天哥 带着手下鸡子一弟 不请自来找罗大妈问米 可罗大妈死活不愿意做天哥的声音 由于爹妈死得早 猪猪现在跟舅舅舅妈和外公一起生活 舅舅逼哥和舅妈单姐的主要业务 就是治疗爹打损伤和美容明甲 猪猪的外公最近一直在跟老年痴呆做斗争 记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 甭管什么事 吊转就忘了 后半夜猪猪做了一梦 梦见一小女孩正蹲在锅道上哭呢 当时就把猪猪给吓尿了 猪猪的老师大眼雷是一位心理学博士 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 用房屋中介龙套哥 也就是开头撞见鬼那尾 做了一个催眠的实验 要说龙套哥的演技也是相当的不错 手跑脚灯口吐白毛跟真的似 就在这个时候 猪猪接到了罗大妈的电话 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打不着车 猪猪只好坐着阿乐的摩托车 赶到了罗大妈家 罗大妈把猪猪叫来的目的 还是希望猪猪跟着他学问你 罗大妈说我时日无作了 我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是没人继承那可不行 为了让猪猪相信这是一门科学 罗大妈张牙舞爪开始发功 刚开始李小龙上了罗大妈的身 然后又是一小女孩 猪猪对李小龙没什么兴趣 但是那个小女孩的生意出来 猪猪彻底不担定 随后罗大妈带着猪猪到地府 留的来圈 地府里这帮鬼魂的态度 都不是很有好 怕猪猪吓得是仨子就跑 猪猪从罗大妈家出来 天已经黑了 可阿乐还在前面等着他 这让猪猪非常的感动 于是他决定请阿乐吃个饭 吃个饭 争取年后就把事给办 猪猪走了之后 天哥带着鸡贼弟 又来找罗大妈问米 他的目的是 想找他死去的老婆简单聊几句 罗大妈说 你老婆怨气太重了 搞不好咱全都得丢了米 你还是赶快回去 原来那对被烧死的母子 正是天哥的老婆孩子 他之所以找罗大妈问米 就是想知道这件事 到底是谁干的 出事的当天 这哥们正在被抽下去杀 他是眼睁睁的 看着老婆孩子被烧死 所以他非常的自作 多次想自杀 但大仇我也不知道 他觉得这么死了太憋屈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先杀了仇人 然后再去下面 跟老婆孩子团聚 由于猪猪的阴气太重了 最终被天哥的老婆孩子 给盯上 把逼哥和丹姐家 折腾的是极飞狗套 当猪猪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胸宅里 他急忙去找对面罗大妈 罗大妈说 我阳寿已尽的 今儿晚上就要去找阳王爷报道 不过我临死前 会流着一口气 到时候你要是能帮我还阳 那我就能对付那个女鬼 罗大妈说着 把一封信递给了猪猪 说明儿晚上是那个女鬼的死祭 也是他最厉害的时候 你明天晚上来的时候 照着这封信上的做 我就能逃出鬼门关冲开人间了 猪猪这边前脚刚走 罗大妈就开始犯病了 他急忙把一只赖蛤蟆塞进了嘴 保住了自己的最后一股羊气 猪猪在跟导师大眼泪聊天的时候 说出了自己的眼睛 原来之前他见到那个小女孩 其实就是他未出生的女儿 猪猪在几年前谈过一次恋爱 跟男朋友分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 后来猪猪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为此他十分的自恶 总感觉自己对不起孩子 对于问米这件事 大眼泪觉得非常的荒谬 大眼泪说什么鬼呀事 全是封建迷信 猪猪意识到 如果想让大眼泪相信 那就必须用事实说话 于是便当着大眼泪的面不明 当女鬼一出现 大眼泪立马就吓叫 被女鬼附身的猪猪走到门口 坐上了正在等他的阿乐的车 两人开着车来到一酒吧 见到了正在戒酒交出的天歌 天歌一看是自己的老婆 是喜极而弃 就打算让老婆一枪把自己给毙 可关键的时候 他老婆居然拍拍屁股走了 天歌通过调查 认为放火的很可能是 跟自己有处的大吐嫖 因为大吐嫖曾经扬言要烧死天歌一样 当天歌派鸡贼弟追杀大吐嫖的时候 刚巧被阿乐给装眼 根据大吐嫖的口供阿乐得知 出事当天他确实带人去砍了天歌 但是当他准备去烧天歌家的时候 发现有人杰夫仙灯 已经把天歌的老婆孩子烧死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的 正是天歌的马仔鸡贼弟 到了晚上 女鬼再次上了猪猪的身 当阿乐赶到猪猪家的时候 发现屋里是狼藉一片 猪猪已经不见了 为了向老婆孩子唱歌 天歌来到了昔日的家 此时被女鬼上身的猪猪 正在屋里等着他 天歌说咱有事说事了 不要伤害这位女孩 他前男友可是孙悟空了 搞不好你会赔了老公又折兵 女鬼说如果你不混黑道 我们娘俩也不会交款票 夫妻俩这次的聊天并不愉快 矛盾没有解决 误会也没有消除 女鬼把汽油桶踢到了天歌的面前 让天歌自焚献猎 天歌这边刚把汽油浇到身上 阿乐和鸡贼弟突然扭打着冲进了房间 原来天歌的老婆当年跟鸡贼弟一围腿 后来鸡贼弟为了摆脱天歌老婆的纠缠 就一把火把母子俩给烧死了 哎呀难怪这女鬼一出场就自在绿望 原来居然有这么深的伏笔 女鬼一看丑事暴露了 顿时是恼羞承诺 就打算让全屋的人领和派 鸡贼弟一看大事不好 墨头就跑 被女鬼七里咔嚓给杀 女鬼附在鸡贼弟的身上之后 便开始追杀猪猪阿乐和丁鹅 猪猪的外公拿着罗德曼的那封信 来到了罗德曼家 按照信上的说明把罗德曼给救了 由于两人都是丧偶的单身狗 而且都有在婚的打算 因此顺便就展开了一场黄红恋 气氛就杀了清 出于对孩子的愧疚 猪猪本打算跟着女儿一起走 但是被罗德曼给拦住 影片的最后 猪猪跟阿乐结婚了 并且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女儿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看完这整个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压经 男人事业最重要 老婆也在照顾她 整天应酬不回家 当心哪天在留冒